蚂蚁的油脂 手指還要粗 比你手指還要粗 鰻魚的油脂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炭燒味香香的 然後鰻魚本身的肉厚度夠 而且它的甜甜醬汁會把油脂跟鰻魚肉混在一起 哈囉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 咦 有聲音喔 不要不要不要 我們現在在每一天的話 我們帶大家來吃一間非常有名的鰻魚飯 然後它搭配的是一個非常厚的玉子飯 今天來吃吃看 這最近在日本大阪非常火候 然後大阪的煤田真的超級複雜 所以這邊真的不太好找 那我們這邊是在大阪車站北塔的地下二樓 那我們來這邊吃這一間然後要排隊 你看我們現在才剛開店了 它11點開店 我們現在才11點8分 就已經要排了應該至少要七八指 所以我們今天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那如果覺得好吃的話 介紹給你們 你們下次來大阪煤田可以吃吃看 我在哪兒 要喝看 我回到水都 copies 我都沒喝 然後幫我們 有什麼時候 我们点了一个是它的招牌这个鰻鱼饭 然后它的很厉害就是它的这个里面是酱汁饭 然后这个是鰻牛饭 一边是烧鰻牛一边是鰻鱼 我跟大家讲他们这间店真的超欢乐的 他们连刚刚啊就是你人送出去以后啊 他翻成中文就是说哥谢谢你 等一下等一下听到 他会出门说哥或者是姐谢谢你拜拜 哇超欢乐的 谢谢 哇 谢谢 好酷的有够厚的啦 你手指可以放到旁边看看 你手指还要粗 比你手指还要粗 两倍 然后它这边的话因为太厚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拿下来 哇 超厚一圈 其实不好拿因为它的重量很重 你看它的饭 它饭是有酱汁的 然后这边的话它这边就是满满的这个烧肉 你看 不是烧肉 超多的 然后配饭 里面的饭一样也是有酱汁的 好啦我们来吃吃看 先来吃它的鰻鱼 它鰻鱼的油脂非常的丰富 上面烤的焦焦的 哇 看它的油 好好吃喔 它酱汁味超香 都还不用吃 它的话上面那层的土烧酱汁 是很合台湾人的胃口 它是甜三分 然后减七分 烤得非常的炭烧味香香的 然后鰻鱼本身的肉厚度够 然后里面油脂也很丰富 咬下去马上就化开来 但是不会腻 因为它的甜甜酱汁会把 油脂跟鰻鱼肉混在一起 然后 真的非常的好吃 好好吃喔 滴滋滴滋 粉丝先吃 来 如果是宵夜看到这一部 应该会想揍人 接下来我们来吃吃看它的饭 饭没有想像中的很咸 因为它只是有酱色 但是它没有很咸 它的饭不是属于粒粒分明 它是属于比较粘性的饭 吃吃看它的玉子烧 滑嫩 玉子烧是我喜欢它不会很黏的那一种 对 它是反而很像是柴鱼高汤煮出来的玉子烧 然后很扣很嫩 最好它真的软嫩你刚好可以配饭 因为饭比较黏 你用一点软嫩去把它和在一起 口感会比较好 难怪有人说它的饭吃不完 它饭超多的 我来吃吃看你的这个 接下来来吃看它的这个 牛肉烧肉 牛肉的炭烤香非常的足鼻 跟满鱼一样 然后油脂很够 可是它的牛肉是中间有带一条筋 所以它比较在咬的时候 你需要负一费一点力 但是味道调味很好 三合一有饭有蛋又有鰻 嗯 嗯 OK DiD也跟我講 我個人是蠻推這一間的 只是說 它的飯量有點大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飯量減半 可能吃起來比較不會浪費 這一間就推薦給大家 資訊欄我就放在底下 那記得開啟訂閱、分享 小鈴鐺一定要打開 我會有很多的美食跟旅遊節目 會PO在這個地方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接收到的訊息囉 掰掰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